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席先生,在本届世卫大会社谈问题上 日本跳得尤其高,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 我们对此心知肚明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历史罪责 最没有资格对此说三道四 19世纪末,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 日本称人之威窃取中国台湾岛长达半个世纪 这是中华阿女永远铭记的民族上痛 请注意,窃取这个词不是我的法名 而是国际法律文书《开罗宣言》和波斯坦公告的明确定性 它生动描绘了日本的历史罪责 20世纪中叶,中国以3500万军民伤亡的惨重代价 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 日本在投降条款中郑重承诺将履行波斯坦公告 我们奉劝日本反省历史在社谈问题上谨言盛行 停止乐性挑衅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